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之前我们读到约尔书 第二章用很长的篇幅谈到蝗虫的灾难 成为上帝审判之首 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 常常在阅读旧约的时候 充满困惑或者为难 我们会觉得新约的上帝 充满慈爱怜悯 长久忍耐等候 我们觉得旧约的上帝 是刀兵军队的上帝 是战争与审判的上帝 我们觉得有一种错乱感 好像有两个上帝 两种真理 两个世界 但是若是我们回到 犹太人对上帝的认识 我们或者可以得到 不同角度的反省 犹太人相信上帝 是万事万物的上帝 是日光之主 是雷霆之主 是四福之主 是灾祸之主 是生命之主 也是死亡之主 新约圣经的教导 强调上帝的慈爱怜悯 强调上帝恒久忍耐的等待 并无错误 这是上帝的美善特质之一 这样的爱 使患难中的人们有盼望 让需要的人得帮助 但是反过来思想 审判真是不好吗 因为罪恶横行 而发怒真是不对吗 我想不识的 圣经教导我们 上帝真是烈怒之主 他手中真有审判 因为有律法 就必然有审判 有正义 就必然有义怒 有罪恶 就必然有烧尽罪恶的 圣结之果 这就是旧约对我们的提醒 或者警告 即使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审判 人从上帝之家开始 我们作为非犹太裔的基督徒 后来的信仰者 我们就不应当觉得上帝 不会发怒与审判 上帝的审判使我们警醒 使我们不至于在罪恶的世界中绝望 使我们仍可以坚持实践真 上帝的审判 也是上帝所带来的复活的盼望的一部分 所以在使徒信经一方面这样说 我信罪得赦免 另一方面也说 基督耶稣要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